在这一边他叫他他说P小过Q 所以P小过Q是他给我的 OK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加5 左边加5右边加5的情况之下 他的符号不会改变 然后左边乘三分之一右边乘三分之一 就好像左边除3右边除3的时候呢 他符号也不会改变 因为我的那个只有乘除negative value的情况之下 他才会换 OK 所以这一边他乘减P跟Q 他原本是P小过Q的时候 我这一边是左右都乘减1 所以我的符号会改变 OK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之下 会换符号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1%P跟1%Q 这个叫做multiplicative 然后inverse OK 他StellaX岁 然后她的儿子18岁 然后construct the inequality that show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ir age 所以Stella的年龄一定是大过她的儿子 OK 而且会大很多 OK 我们就直接写X大过18吧 然后三年后呢 就我的X加8 没有X加3 然后我的18加3 所以我的那个X加3大过21 所以我的X加3大过21 S加3是5年后的那一个 是他5年后的那一个 那一个 其他的那个 一定的Quality OK 然后接着呢 5年前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的那个x-3 然后大过18-5 它是5年了 x-5 18-5 所以我的x-5 大过18-5 13 你傻的话呢 你把你的3翻过去 你把你的-5翻过去 恭喜你 你又拿回这个equation 传说中的无限循环 ok不要做这种傻事 好 接着Zine它有x-piece的那个grading card 然后每片是快二钱 ok 然后他给了20块 然后找回的钱多过5块 所以他买卡的钱呢 他买的钱其实是5乘以 x乘以快 快二乘以x 然后他给的是20 ok so我给的钱 减掉我买的钱 得到的是我找的钱 然后20块 减掉1块2毛2x 会多过5块钱 ok 所以我的那个inequality 就是20-1.2x 大过5 ok 因为我们知道我给的 减掉我买的 等于我的balance ok 找回的钱 ok balance 就是找回的钱 然后第四题呢 Mr. Cole 他有3张3-piece of 50块 就是说 他有3张RM50 然后2张RM10 N张RM1 所以他总共有多少钱 他就有3乘以50 然后再加2乘以10 再加N乘以1 所以百五加20 百七 一百七十加N 所以他的比方里面有170加N 然后 他少过178 ok 所以我的170加N 小过178 ok 所以我的N小过178-170 我的N会小过8 然后find the possible value of N 然后N又大过0 所以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N大过0 然后他又小过8 所以他是在0跟8之间 所以我的N是在0跟8之间 所以我的N是integer case 1 2 3 4 5 6 7 所以他有这7种可能性 所以他有一张到7张的那个notch